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8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志远 举时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赛程过半 中国奥运代表团金牌数遥遥领先 而美国在奖牌总数上仍占有略微的优势 那么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以及对美中长期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今天时事大家谈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 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兰普顿先生的英文名字是David Lampton 他在节目中说的是英语 您听到的将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兰普顿先生对美中关系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上个月23号 他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就北京奥运以及美中关系做主题发言 全面阐述了美中两国共同面临的威胁 以及共同的机遇 另外他还有新著为中国实力三面观 威力财力和智力 由于是现场讨论 各位听众和观众可以直接拨打 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到节目中来向梁普顿教授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个人对于北京奥运 及美中关系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美国之音深入报道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将把您带到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现场 关注候选人的竞选之路 请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 在这里也提醒您 除了透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您现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及时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欢迎兰普顿先生 来我们美国之音 华盛顿的演播室 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 接受采访 并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在新闻中 听到了这个报道 就是新华社的今天的一则消息 说中国国家 过去的前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华国锋去世 但是这个报道 只有三行字很小的 您当年曾经在中国 就是说您对华国锋的了解 您对他的事实 您有什么看法和评论 首先呢 我感到很难过 听说华国锋逝世 我第一次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就是1976年的10月份 我当时看到华国锋 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 城楼上原来就是毛主席站的地方 我当时呢 是在一个公社里面 当然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人民公社了 在76年10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 那个时候呢 和公社的农民一起 我目睹了华国锋成为 被宣布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记得当时感到很吃惊 他穿的军装 华国锋 那么并没有成为中国的这个制高领袖 做很久 但是我想我们至少应该记得 他把我们从毛泽东的时代 安全地带到了 邓小平的时代 从历史上来讲 这个呢 是有意义的 那么您觉得这个 华国锋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 就说 把他 把这个中国呢 从毛泽东时代 过渡到邓小平时代 起到了一个桥梁性的作用 是吗 华国锋呢 当然 他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从某种角度来讲呢 他 即便是很短时间的 也不会 就是说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他不会成为这种短期的一个 做一个最高的领袖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是过去的一个遗产 那么 他 那个 就是因为这个 在革命上面的 有正确性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啊 他没有强调 过多的强调 经济的发展等等 这个是过去的一种价值观 他基于这个价值观呢 能够升上去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呢 我们也要意识到 未来 他意识到了 未来是别的一个东西 他也知道 他 有一种 一个美德呢 就是 他能够 能够 能够 我们 我想我们应该要赞赏他 他能够让我们呢 能够很好的放弃过去 那么就是说 自从华国锋下台以来 到很长时间 他都是 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声音了 那么 就是说 这个这次呢 新华社的消息呢 就对他的评价说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酒精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曾经担任 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 华国锋同志 那么 就说 最后对他的评价 以及给他的这种 历史的这种 就是说 历史的这种地位的 话 就有结论 您觉得是 非常的重要吗 您觉得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从西方的这种 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有一个这种 所谓的弧形 弧形当中呢 有一个基石 这个基石呢 让你能够 从下往上 一直升到最上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 你也可以说 华国锋呢 可以说是一个 重要的基石 他把这个 毛主席的时代 和邓小平的时代呢 给联系在一起 好 关于这个 华国锋事实的消息呢 我们就谈到这儿 那么 接下来我们回到 今天的这个 要谈的主题 那么 就说上个月呢 您在这个 美国国会 外交委员会的 这个听证会上呢 就北京奥运呢 以及美中关系呢 做了一个主题发言 那么当时呢 您就对这个 北京奥运会 将来的成功与否 做了一个展望 那么 从现在来看呢 您觉得 您当时的发言 和现在 这个对北京奥运会 举办的这个 这个 目前的状况 您的这个 对当时的发言 您觉得 您当时是正确的吗 我想我们大家呢 都可以 有的时候是正确 有的时候是错的 那么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我当时 不但是充满希望 而且呢 是正确的 我的乐观呢 是正确的 我认为奥运会 这次现在呢 举办的非常的成功 尤其是 相对于中美的关系 我想它加强了 中美之间的关系 它帮助我们 加强我们政治上 层面上的关系 因为布什总统 还有 我们政府的一些 高层的官员 没有 动摇 他们的决心 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我想世界上 很大部分 每一个人呢 都承认 这一次的这个 开幕式呢 是非常壮观的 我想是 在奥运历史上 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同时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 这个不可预见的事情啊 比如说像 格鲁吉亚的危机 我想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国务卿赖斯 是会参加闭幕式的 所以我觉得 从政治上 这个角度来讲呢 这是给我们的领袖 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够来这个支持 中国人民并且呢 oring 随 这一转